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西汉时代的汉文帝堪称守城之君的典范 那么汉文帝的守城究竟成在哪里呢 敬请关注复旦大学江鹏副教授精彩品读 资质通鉴第十一集 汉文帝的守城之道 汉文帝是公元前180年 继承皇帝的位置 成为大汉帝国的皇帝的 那么在他继位之前呢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 可以说这个国家动荡的年代 远远多于和平的年代 秦王朝短暂的统一 在他之前是战国七雄的纷争 在他之后 有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 有持续了五年的楚汉相争 那么到汉朝建立以后 有刘邦不停的去平定诸侯王 然后还有刘邦去世以后的 租履之乱 等到汉文帝继位的时候 可以说国家和百姓处于一个 非常长的动荡时期之后 在汉文帝在位的23年当中 汉文帝始终执行着修养生息的政策 给老百姓充分的宽裕的生产时间 不去打搅老百姓正常的生活规律 与老百姓一个安定的良好的生活环境 那么所以在他在位的时候 整个国家没有出现过大的动荡 老百姓的生活跟整个社会秩序 都是比较良好比较有序的 最后经过他的努力 那么整个大汉的帝国 整个王朝变得国库英时 百姓家伎人族 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治理效果 开创了我们中国历史上 非常著名的文景直治时期 所以汉文帝他被后来的人认为 是我们中国历史上首成之军当中 最为成功的 这不仅站在老百姓的角度来讲 他的统治是非常成功的 那么对于整个汉朝的统治来说 由于他的这个努力 整个汉朝的继续统治 也就拥有了足够的后劲 那么这个汉文帝作为一个成功的首成之军 他存在哪里 我们阅读这个自治通电的话 我想可以概括出这么三条 第一条叫不恼法 第二条叫不老民 第三条叫克服享乐主义 所谓不恼法 就是不凭借着君主的个人权威 来干预法律程序的正常的运作 先来讲两个汉文帝和法的故事 先来讲两个小故事 汉代的时候 这个都城啊 我们知道他是临着这个渭水流域 在渭水流域两岸建造的 主要他的这个城区在渭水的南岸 那么为了行走方便呢 当时就在这个渭水的两岸啊 南北岸之间架了一些桥梁 其中有一次汉文帝和他的这个车队 经过一座桥梁 那么按照规定呢 这个时候其他的人就不允许 在这个桥梁上行走了 免得这个碰到皇帝 或者说是这个干扰皇帝 这个车队的行径 这是当时的法律规定 我们这个知道古代的皇帝出行 一般的人是要回避的 叫做紧闭 对吧 出紧入闭 但是有一个人 不知道怎么回事 他是急于赶路呢 还是其他原因 没有回避汉文帝的车队 当然他也不是在桥上走 而是在这个桥下 大概因为当时这个水没有涨起来 他的这个桥下行走通过 结果还是惊吓到了汉文帝的马 是汉文帝坐的这个马 或者说是他这个坐车的这个马 受到了惊吓 那么这个人当然最后被搜索出来 被逮捕了 交给廷尉来处理 这个廷尉啊 也是当时管理司法的这个最高机构的长官 当时汉文帝的时候 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 这个廷尉名字叫做张世之 在汉代历史上也是非常有名的 经过调查之后呢 这个张世之对这个案件给出了一个处理意见 根据当时的法律 这个人应该处于罚金的惩罚 要他来交罚金 为他的这个错误付出一点代价 那么这个处理意见交给汉文帝之后呢 汉文帝感到非常不满意 说什么你惊吓了皇帝的这个车队 惊吓了皇帝的坐马 罚几辆金就可以了 让天下所有的人都知道 你这个惊吓皇帝 没关系啊 你只要家里有几辆金 你尽管去惊吓吧 根据这个后来熟悉汉代法律的学者 补充 他说这个具体的数额 你如果是惊吓到皇帝了 那是罚金四两 只要你家里拿得出四两 四两金 你没事你去惊吓皇帝玩 这个好玩极了 比什么游戏都好玩 所以这个汉文帝对这个非常不满意 说还好我的这个马性格比较娄和 如果说换成一匹比较劣性的马 或者说是受不起惊吓的马 万一让我受伤了 让我从马上或者车上摔下来了 这个后果不是很严重吗 怎么这个人就触几辆罚金就完了 所以对这个事情非常不满意 张世之就对汉文帝说 这是张世之的一番话 什么意思呢 法它是天下所有人共同遵守的法则 从皇帝到平民老百姓 他要共同遵守这样一套规则 那么现在按照这个法律的规定 惊吓到皇帝的马或者说是惊老了皇帝的车队 他就是应该处以这一点罚金 法律的规定就是这样 如果说因为你皇帝不满意 随时随地可以凭借自己的权利去修改这个法律 那么这个法律对于老百姓来说还有什么信誉可言呢 老百姓以后还怎么来相信政府颁布的这个法律呢 退一步来说 如果说当时这个人在惊吓的现场被逮到了 然后皇帝马上派一个特使把他给杀了 那这还有一句话说这叫特制特办 对吧 问题是现在你已经把他移交给司法机关了 司法机关是什么 司法机关就是衡量这个事情处理的公正与否的一个天平 是天下所有执法者的一个榜样 经过张世之的这一番距离力争 汉文帝思考良久 然后觉得张世之讲的非常有道理 所以就放弃了自己的主张 赞同张世之的这个处理方案 那么在这件事情上 他们两个是达到了一致的意见 但是过了不久 在另一件事情上面两个人又发生争执了 什么事情呢 在当时有一个供奉祭祀汉高祖刘邦的地方叫做高庙 那么当然里面摆着一些祭品 有一个盗贼胆大妄为 居然跑到这个高庙里面去 盗窃了一个用于祭祀汉高祖刘邦的一个预期 那么这个性质当然是非常严重的 皇帝祭祖的地方这个东西你怎么可以随便偷呢 于是又交给这个庭位张世之来处理 张世之查了查这个条文 然后呢做出了一个判决 说这个盗贼啊应该弃势 什么叫弃势呢 就是在闹市这个地方啊 执行死刑 然后呢成师接头已逝重 以告诫来者啊 你不要犯这样的错误 当然这不是一个很轻的刑罚 已经是非常重的一个惩罚了 但是汉文帝对这个还是不满意 说我让你来处理这个事情 希望达到的目的是什么 希望能够把这个胆大妄为的人啊 让他受到灭蒙之罪 然后告诫天下所有的人 高庙里的东西你怎么可以随便去偷 你怎么单单把他一个人弃势就可以了 这不是我让你来办这个案子的本意 然后呢张势之又一次的距离力争 张势之对汉文帝说 不同的罪责之间 它是有差距 是有等差性的 不同的罪责对应着不同的惩罚措施 偷到高庙里面的机器 如果就要灭门的话 假设以后有人犯了比这个更加严重的罪 比如说他直接去盗绝了汉高祖刘邦的这个坟墓 盗绝了汉高祖的陵墓 那么请问应该用什么手段来惩罚他呢 你盗一个杯子 盗一个祭祀的玉器就要灭族了 那么盗绝汉高祖的这个陵墓 这个罪行当然是更加严重 是更加恶劣的一个罪行 你怎么再把这个惩罚往上加 现在按照法律规定 盗窃高庙的机器就是应该弃齿 那么你同样不应该以自己的意志随便的来修改这个法律 经过这么一番争执之后 汉文帝又考虑了一下 觉得张世芝讲的还是 的确是有道理 那么再一次的同意了这个张世芝 所以通过这两件事情 我们可以看到汉文帝这个人有什么特点 其实汉文帝这个人也是普通人 在牵涉到和自己的利益相关的时候 会把自己的喜怒哀乐的情绪 毫不掩饰的表达出来 甚至试图用自己的权利随意的去修改法律 但是汉文帝他还有不同于一般帝王的一面 胜过普通帝王的一面 那是什么 那就是当他听到正确的意见之后 可以随时的纠正自己 随时的压制自己的这个权利的欲望 三国时期一位太守唯尾军法 魏文帝曹丕竟然把矛头指向了另外一个人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请继续关注江鹏品读资质通鉴 古代帝王诸侯或者高官大臣死后 朝廷要根据他们的生平行为 给予一个嗜好以褒贬善恶 汉文帝的嗜好为文 意思是善于治理天下 三国时期的曹丕嗜好也是文 但是在科技守法方面远逊于汉文帝 比如他在处理一个太守唯尾军法的案件时 竟然不可理喻的把矛头指向了他人 这背后隐藏着曹丕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呢 曹魏时代的曹丕 曹丕被称为魏文帝 对吧 他也是文帝 曹操 曹丕的父亲 曹操纵视法治 这个在历史上是非常有名的 所以曹操手下有一大批非常能干的 非常遵守纪律与法治的官员 有很多啊 这个名单我们可以列出一长串 那么在曹操还在世的时候 当时曹丕他还只是太子 当时呢 曹丕的小舅子 犯了法 触犯了法令 落到一个非常秉公守法的官员 名字叫做曹勋的手里 由曹勋来处理 那么当小舅子犯法 那么太太很有可能就到曹丕面前跟他说 这个看看你能不能到这个 曹勋那儿 给我弟弟去讲讲情 通个情 让他重新发落 于是呢 曹丕啊 就来到这个 曹勋面前 跟他说这个事情啊 高抬贵手 是我小舅子 看在我的面子上面 放他一马吧 谁知道这个曹勋 他在这个治国的理念上面 他对于法治的认识上面 深受曹操的影响 坚决不给曹丕这个情面 还是依法秉公处理的曹丕的这个小舅子 这个事情让曹丕 心里非常痛恨 因为回家以后在太太面前 这个脸挂不下来啊 他说你一个堂堂的这个卫王的太子 自己小舅子都保不住 这个事情说出去太丢脸了 所以曹丕心里面对这个曹勋 非常的痛恨 然后呢 再加上曹勋 他是一个性格非常直帅 非常直爽的人 到后来曹丕称帝了 曹丕做皇帝了 曹勋还是那个性格 也没有想过 我曾经得罪过他 现在他做皇帝了 我稍微收敛一点 没有想过这个 所以曹丕做了皇帝以后 曹勋还是几次三番的 当面批评曹丕 说曹丕你这个不对 那个不对 这就使得曹丕对他更加的恼火 心里盘算的 一定要找一个机会 好好整一整这个家伙 给他一点颜色看看 后来啊 终于让曹丕 抓住了一次机会 有一次啊 曹丕这个率领军队 去打南方的这个孙权 回来之后呢 这个大军啊 就驻扎在当时的陈刘郡 皇帝来了 那么当地的地方官 陈刘郡的太守 当然要去参见一下 要去曹拜一下 这个陈刘郡的太守姓孙 啊 名字叫孙庸 孙庸曹建完曹丕之后呢 因为他和曹勋是朋友关系 所以也想趁机啊 去拜访一下这个曹勋 啊 因为这个曹勋 他在这一次曹丕出兵的过程当中 是随军的司法官员 所以就想借这个机会 孙庸也想去看看老朋友 但是 曹建完曹丕出来 去找曹勋的这个路上 这位孙太守犯法了 犯什么法 因为走路的问题犯法了 按照军法规定 你这个走路啊 必须要在允许的 被允许的这个路上走 不能随便走 不能乱窜 但是因为当时这个军队刚刚驻扎下来 很多军事工程呢 还没有造成 所以很多地方 他本来是要造营垒的 但是呢 由于时间关系 他仅仅的只是圈地封道啊 或者是插几个标志物 告诉大家这个地方是要造营垒的 不要乱穿 结果这个孙太守啊 不守规矩 为了图方便 直接从里面斜穿过去了 没有走外面的这些允许用来被人走的这个正道 这个事情就被人看见 被人举报了 有一个信留的官员啊 就要按照军法 按照这个法令 来严肃处理这个孙太守 当然鲍勋也知道这个事情了 一来啊 这个孙太守啊 他这一次穿过这个营垒 目的是为了去拜访鲍勋 他也是鲍勋的朋友嘛 二来呢 鲍勋自己 在当时 他也是一个随军的司法官员 所以呢 从朋友的角度讲 还是从这个职责的角度讲 他都应该对这个案件啊 发表一点意见 那鲍勋对这个事情的意见是什么呢 鲍勋对这个事情的意见是 不允许携穿这样的法令 只适用于银垒建成之后 孙太守在走的过程当中 这个银垒还没有建成 所以这个处罚条令啊 不是用 这是鲍勋的意见 那么鲍勋这样的一个解释 他是不是 出于朋友的私情 就歪曲对法律的解释 来包庇这个孙太守 这个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 但是你要解决这个问题呢 应该也是通过司法程序 来解决 结果这个曹丕啊 听说这件事情之后 不干了 直接就下了一道招职 在这个招职里面说 勋指鹿坐马 收复庭位 说暴勋这个人简直无法无天啊 就像这个秦朝的赵高一样 指鹿为马 把黑的说成白的 把白的说成黑的 颠倒是非 明明别人是犯了罪了 他这个出于朋友的私情 去包庇别人 所以暴勋这个人 无法无天 应该处理 交给庭位 这个庭位我们刚才解释过啊 是最高的这个司法长官 交由庭位来处理 曹丕的这个反应非常有意思 我们可以来分析一下 首先第一个 暴勋和刚才我们那位讲的 主张处罚这位太守的 这位司法官员 这两个司法官员之间 对于这件事情的意见不一样 其实是这两个人 在司法解释上的分歧 如果你要这个来讨论 谁的意见更正确 那大家展开司法辩论嘛 也有一定 肯定有这个相关的程序 可以把这个问题给解决掉 但是曹丕不是 曹丕没有心思 没有这个耐心 去启动这个程序 而是直接下了一道圣旨 来干预这件事情 以行政干预司法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大家看 这个案件 他的核心本来应该是什么 本来应该是讨论这个孙太守 他这个走道 到底有没有犯法 但是你看 曹丕的这个圣旨里面 他的核心问题是什么 他的核心问题是 暴勋这个人太坏了 本来暴勋 他是来参与议案的 结果这个议案的官员 被曹丕 这个圣旨这么一下 他变成核心的涉案人员了 要交给廷卫去处理了 整个案件的重心 等于说是转移了 那对于曹丕来说 他是处心积虑 一直在找这个机会 对吧 你当年不是秉公执法吗 把我小舅子给处理了吗 我就看你这一辈子 难道就没有犯错的时候 好 现在总算给他抓住一次机会 一定要狠狠的 整一整这个暴勋 酒鬼香泉酒 提示您精彩继续 为文帝曹丕 小肚鸡肠 公报私仇 抓住暴勋的小辫子骨发 一项秉公执法的暴勋 最终命运如何呢 请继续关注 江藤品读 资质通鉴 众所周知 曹操是一个很重视人才的人 作为曹操的儿子 没有才华是得不到赏识的 更谈不上被立为太子的 作为曹操的继承人 曹匹文学成就卓绝 是建安文学中著名的三曹之一 尤其是他在典论论文中的一句 盖文章金国之大业 不朽之盛事 让后世文人默克感动不已 不仅如此 曹操从小就公马纯属 武功十分了得 然而这么一位文武全才的皇帝 却因为报勋一案 让司马光对他做出了负面的盖棺定论 那么这个圣子下到廷尉去以后 廷尉呢 这个当官的 这个高级官员 当然是聪明人了 也一定是从这道圣子的种种不同寻常之处 揣摩到了曹批的一些心态 一些心理 你看皇帝直接下子 把这个人扔到监狱里面去 这个人一定是得罪皇帝 得罪惨了 是吧 也该他倒霉的时候了 那就这个顺应顺应皇帝的意思吧 所以廷尉啊 经过斟酌 给出了一个 判决 他说这个报勋啊 应该判劳改五年 这个事情 大家看啊 这个事情完全就变味了 乱走到的这个孙太守 该怎么处置 没有任何交代 所有的焦点都放在如何去处理暴凶上 那么这个曹批可以说是不讲理 对不对 这么来处理这件事情 廷尉呢 也是在揣摩曹批的心思 然后做出了这个判决 其实也是不讲理 也是不守法的表现 那毕竟还有守法的人 所以有一位负责审核的官员 你不能说你廷尉批了就算啊 还得有官员来审核你这个审判 合不合理 负责审核的这个官员 一看这个判决 说这个太没有道理了 他只不过 这个暴凶只不过来参与译法 然后他的意见即便是错的 也不至于说要判五年劳改啊 如果说他为了暴击这个孙太守 歪曲法律解释 是应该得到处罚 那么应该得到什么样的处罚呢 按照当时的规定 罚金二金 罚两金的金 金在这个当时古文当中应该是首桶啊 罚两金的俗桶 而不应该判劳改 而且一判就是五年 这是不对的 这个博弈啊 乐得曹毕大怒 然后再一次下了一刀圣旨 强烈的去干预这个事情 曹毕说 暴凶这个人 还有活着让他走出监狱的道理吗 大家看啊 上一刀圣旨 曹毕还稍微遮掩一下 说交给廷尉来处理 这刀圣旨 曹毕是迫不及待的 以自己的行政命令 做出判决了 意思就是说 这个暴凶就应该判死刑 庭尉判五年 连劳改都是轻的 你们这帮人 居然还为他开脱 为他辩护 那么好 你这么喜欢为他辩护啊 把这些所有为暴凶辩护的官员 交由这个次监 次监是当时的监察官 说你们也跟他一起去受惩罚吧 大家看这个 曹毕 为了报复这个 暴凶 可以说是费了很大的劲啊 把这么多官员全都落进去了 有点太过分了 所以当时很多元老大臣都看不下去了 都要跑来跟他说道说道 其中有人就指出说 暴凶啊 他的父亲 他的父亲名字叫暴姓 是曹操当年启示的时候重要的支持者之一 是有大功劳的 所以啊 不要说这个暴凶 他罪不至死 无论如何 你曹毕这样对待他 这都是不应该的 这些来说话的元老大臣有谁呢 有中游 有华欣 有陈群 有欣匹 这些都是什么 都是三国当中赫赫有名的人物 也都是当年曹操身边非常得力的人物 结果这些人联名来劝曹毕 没有把曹毕给劝住 曹毕就一心一意要报复这个暴凶 有一个姓高的官员 他认为曹毕下的这个是乱命 直觉奉招 曹毕就把这个姓高的官员先软禁起来 直接派使者到监狱里面把暴凶给诛杀了 然后才把这个姓高的官员给放出来 大家看这个堂堂的一国之君啊 一位皇帝为了报复一位早年曾经因为秉公执法而得罪他的官员 不惜付出这么大的代价 歪曲法律 得罪这么多的大臣 这个故事在资字通鉴里面的位置十分有意思 司马光讲曹毕这个故事的时候 不是按照顺序在曹毕的一辈子当中 按照他这个人生轨迹 一个一个故事讲下来 不是 司马光把这个故事放在曹毕叙事的时候 用一种倒序的手法 与补充叙述 这也是资字通鉴当中非常有特色的 非常重要的一种叙事方法 我称之为盖棺定论法 我们古人讲究盖棺定论 对一个人的评价 要等到两个眼睛闭上棺材板和尚的时候 才去评价说 这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 我们古人称之为盖棺定论 那么在资字通鉴当中 很多重要的历史人物 他去世之后 司马光也会做一点点评 或者说用各种各样的形式 让大家更进一步去看懂 这是怎样一个人 但是在很多时候 司马光他并不是直接用评论的方式 把自己的意见表达出来 而是怎么样呢 选择这个人啊 在生前的一两件具有代表性的事件 放在他叙事的时候 加以叙述 就让大家看看这一两个故事啊 就能够明白这是一个怎样的人 迫害暴凶 以自己的意志 阻挠正常的司法运作 这就是司马光用来 为曹丕盖棺定论的故事 酒鬼香全酒 提示您精彩继续 堂堂异国之君汉文帝 他的生活究竟简朴到什么程度 提上节俭又带给我们 怎样的现实起题呢 敬请关注江鹏品读资质通鉴之 皇帝也节俭 一位成功的君主 想要把国家治理好 必须要克己 不能超越法律为所欲为 这就是孔子所说的 克己赋礼为人 在克己这一点上 草匹明显不如守城之君的典范 汉文帝 那么汉文帝 面对手下大臣的当面羞辱时 他还能做到克己吗 那么我们不妨再从听那意见这个角度 再来举一个汉文帝克己的例子 汉文帝的时代 汉朝和匈奴之间 虽然还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争 但是双边关系已经出现了一定的紧张 汉文帝在采取克制立场的同时 也在边境积极的调兵部将 要防御准处 防止他们发动进攻 有一句话叫做国难思良将 所以啊 对此汉文帝有很多感慨 有一次汉文帝去视察一个官署 视察一个官员办公的地方 然后呢 当着很多官员的面 跟一个叫做冯唐的官员聊天 然后发表了一下自己的感慨 他说 我手下要是像有连坡礼目 这都是战国时期的名将 我手下要是有连坡礼目这样的名将 何惧匈奴啊 如果我有这样的名将 还用得着像现在这样发愁吗 就不用担心匈奴人对我们的威胁了 大家听汉文帝这个话 他只不过是一个感慨之言 因为国事艰难 想得到良将 发了这么一通感慨 而这个冯唐呢 汉文帝不知道 这个冯唐是一个极其坦率的人 听汉文帝说了这句话之后啊 直接就顶了汉文帝一句 把汉文帝给噎住了 冯唐说 你呀 得了吧 神神的吧 就算你手下有连坡 有礼目 你也不懂得用 你也用不了 这句话把汉文帝给气坏了 当着这么多官员的面 冯唐居然敢羞辱他 这样直白的批评他 指责他 所以非常生气 站起来就走了 回到宫里头以后呢 等到心情稍稍平复了 汉文帝就叫人啊 你把这个冯唐给我叫来 把冯唐找到以后 汉文帝就对他说 公奈何众辱我 独无见处乎 你为什么当众羞辱我 对我有什么不满 有什么意见 找一个空一点的地方 没人的时候跟我说 不挺好吗 冯唐回答说 笔人不知忌讳 我是一个粗笔的人 不知道有什么忌讳 有话就直说了 得罪的地方多胆胆 汉文帝啊 并没有因为冯唐当面开销他 而惩罚这个冯唐 这是汉文帝 难能可贵的地方 而是把冯唐找来之后干嘛呢 请他深入的谈一谈 你说我刚才 即便手下有连颇李牧 这样的名将 我也不懂得用 你为什么这么说 我到底哪里有问题 这个冯唐也非常坦率 继续的坦率 他对汉文帝说 他说 李牧 连颇这样的名将 为什么能够建立功勋 那是因为 当时的君主 在任用他们的时候 不对他们的手脚 做任何形式的束缚 军费如何开支 赏罚如何施行 一切在军中说了算 由这些大将们说了算 只问一条 你能不能把敌人给我击退 如果你能把敌人给我击退 成功做到这一点 那一切其他的不稳 这个是当年这些名将 能够立功的最关键的一个原因 最关键的一个条件 冯唐对汉文帝说 你的手下并不是没有优秀的将领 有 但是这些优秀的将领 被朝廷种种的规章制度 给束缚住手脚 没有办法把他们的才能给发挥出来 冯唐举了一个例子 他说 有一位将军 在当时有一位将军 名字叫做卫尚 卫尚 这是一个由古代名将之风的大将 当年他在镇守边关的时候 不仅把所有的军队收入 都拿出来尝尝将士 而且能够自己出钱 把自己的药包里的钱也拿出来 每五天为将士们杀牛 改善将士们的伙食 于是将士们啊 也非常热于为卫尚所用 奋勇作战 在卫尚的率领下面 镇守边关 击退匈奴的进攻 非常有成绩 但是呢 根据汉朝的制度 一切军中的赏罚 都要由中央派遣的官员 根据法令来审核 而这些将士们啊 很多都是粗人 文字语言的表达能力不一定强 表述自己的功劳的时候 略有出路 略有差错 就被这些派来审核的官员 就被这些文官们抓住把柄 动不动这个赏就没有了 因为你这个陈述有问题 魏尚有一次陈暴战功 他所斩获的敌人的手机 在他向中央陈暴的这个数字 和实际陈颂的敌人的手机当中 差六个 没有数准 就是仅仅由于这么一个小小的过失 而受到了严重的惩罚 不仅 绝对被消去 而且 还被判了一年劳改 所以冯唐说 你不要感慨你手下没有名将 没有优秀的将领 有 你手下有优秀的将领 优秀的将领在哪里 优秀的将领在劳改 这和当年李牧连坡 在军队里面 一位名将 他只要能够建立功勋 所有的赏罚 都由他来决定 在军中就把这个事情给解决 朝廷和君主 放权不问 之间相差是非常大的 你看现在的名将 被这种种的规章制度 全都束缚住手脚了 优秀的将领在劳改 你怎么让他们 大显身手 所以冯唐说 我批评你 你就算现在 连坡跟李牧就在你手下 就在你眼前 你也不懂得用 那么我们客观的来讲 为上的遭遇 应该不是汉文帝个人的问题 而是当时的体制造成的 但是汉文帝听冯唐这么说了之后 就觉得冯唐讲得非常有道理 于是就派遣冯唐为特使 去特赦了当时在劳改的这个位上 让他官复原职 人就让他领兵去镇守边关 抵御匈奴 这个地方 我们又能够看到汉文帝典型的性格 一开始被冯唐当众批评的时候 非常不高兴 但是好在哪里 好在汉文帝是一个能够克制自己的人 是一个能够忍耐的人 等他把冯唐叫来一番长谈之后 觉得冯唐的话非常有道理 马上就改变自己的态度 而且能够把这个正确的意见付诸实践 这就是汉文帝藏于其他普通帝王的一面 也是体现汉文帝能够克制的一面 你要成为一个成功的优秀的守成之君 哪些素质你是必须要具备的 这就牵涉到我们刚才所提到的汉文帝 他的三大素质 我们前面讲的第一条是克己 不恼法 那么接下来还有两条 一个叫不老名 一个叫克服享乐主义 关于这两点 他在汉文帝身上是如何体现的 为什么说 对于一个守成之君来说 这两点是必备的素质 请你下一讲 感谢观看